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这下您铁定得收下我了 这位姑娘可是我过去的老主顾 早已经被我拿下了 所以老板 您就直接收下我吧 我说的对不对啊 大哥 快说句话 说句话我就能留下了 我认识你吗 别平嘴了 快去吧 我看好你 小少年 姑娘 来 我为您倒酒 老板一直盯着这边 看来得好好做做戏啊 你不亲自喂我吗 我见过别的小官 老板都是这么伺候客人的 哇哇哇 这家伙不会是个佛妃吧 他不是温柔那一挂的吗 呵呵 有意思 好呀 小娘子 你想要我用杯子喂 还是用嘴喂 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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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用杯子吧 你忘了 那叶已经亲口喂过了 哇哇 啊 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输得彻彻底底 那个 哼 啊 哇 老板 这座乙兰楼 我买了 以后 我是老板娘 她是老板 她想做什么 你们尽管听命 哇 他这么有钱啊 也对 已经历人互乱之主的金银财宝 最终大多都进了他的口袋 您想投钱可以 这以兰楼的收益 日后可以有您的一份分成 但若是全部买下 还得看我们老板想不想卖 你不是老板吗 我只是个管事的 这盛城最大的青楼的老板 可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我们以兰楼的头牌花魁 您随我来 与我们以兰楼的头牌花魁见上一面 等一下 小娘子 干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奖励 美人相赠 却之不公 老板 有人花重金 想为咱们以兰楼出钱 估计是想插手今年进贡给圣殿的男子名额 哦 花魁邀您进去详谈 花魁何在 哟 来新客了 你就是花魁 光鲜好暗 但她的容貌和杜明月似乎十分相似 气质却截然不同 杜明月不是去北黄炎国找寒霄了吗 不可能 这位美人 听说你想成为这以兰楼的新主人 我是这儿的花魁 你若成了她的主人 那便也是我的主人了 好了 这位兄台 卖我一份商骨的份额便好 我听闻这里即将举办夜宴 热闹得很 夺得头牌的小官 这儿便有资格被进贡给圣殿 记得给我留上一个上等的雅间 我到时也来凑一凑热闹 他刚刚叫我兄台 我被当兄弟了 我不误视了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人误视 老板 他看上的就是楼下那位新来的小公子 沈长君 原来如此 他已经得了木铃神器 如今又盯上了精灵神器吗 来得正好 你决定了 日后万一后悔 哭着求我都没办法挽回了 我 我决定了 谢谢世尊多年教诲 但徒儿不愿再留在九花宗了 就此别过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每多留在这里一刻 多见到那个人一眼 我便多痛苦一分 我与您的师徒缘分已尽 从今日起 我微深柔与您 再无瓜葛 您就当做 将我逐出师门便好 沈长明 再见了 小师妹 你真的要走啊 宗主他虽然看上去不正经 但他其实最疼你了 宗主 小师妹他是 微生世家的狄小姐 又当过九花宗宗主的青春弟子 离开这里 他会变成诸多势力眼中的一块肥肉的 宗主 这都是我的错 这都是我的错 小师妹 儿子 二年 我会变成诸多势力眼中的一块肥肉的 一块肥肉的